歼20隐身战机即将迎来一次中期的性能全面升级 多项核心新性能得到巨大提升之后的歼20具体战力如何 又有哪方面的性能增强 来听全面详解 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了解我军航空兵的人都知道 我军歼机航空兵部队 是向来对于双座重型战斗机有很大的青睐的 空军的双座重型机装备数量 甚至要比单座重型机数量还要多出一截 毕竟对我军歼机航空兵的任务需求来说 双座机确实比单座机能够更好的满足需求 所以从歼20产能爬坡基本完成 服役数量突破三位数之后 双座的歼20S的研制进度 就成了军民们关注的重点 毕竟为了保证歼16的生产 果断砍掉歼11D项目的空军而言 双座型号才能算是一种战斗机的完全体 而132索与611厂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 去年双座版歼20的首架原型机 2031亮相之后 歼20S的研制就走上了快车道 今年上半年下线的第二架原型机 2032就已经有了非常高的完成度 这两天也又有这架原型机 完成涂装之后的高清试飞照出现 给了我们更多分析这型 歼20全新子型号的空间 最直观的变化 那自然是拆掉了机头空速管 刷上了低可视度涂装之后 给整机带来的高级感 拆除机头空速管 那就不用说了 说明歼20S的飞行性能 试飞已经基本上完成 这架原型机以后就主要承担各机在系统是非的任务了 这架双座版歼20用的浅灰纯色机身配深灰雷达罩的样式 也确实比量产版本的两种迷彩 以及一种纯色涂装看上去都要高级 但是大家想了解的显然也不是一个涂装或者一个空速管 而是从外观和其他开源信息 这个全新的改进型号 比起目前的量产版本能有多大的性能上的提升与变化 如果从性能上来看 那其实从2032还是黄皮机的时候 就能看出的一大显著变化 就是DSI进气道的古包使用的材料变了 最早批次的歼20进气道古包使用的 是与机身完全一致的蒙皮材料 没有任何的透波部件 而目前开始在各部队中广泛铺开的量产型歼20 在DSI古包上则采用的是三段式结构 古包高点上方是耐热材料 中间是普通蒙皮 下侧则是透波材料 在2032号圆形机上 这里又来了一次大升级 变成了整体式的一大块透波材料 对于歼20等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来说 每一块透波材料的安装 显然都是由其目的所在的 每一块透波材料的出现 都意味着其后面安装有射频设备的天线 要不就是各种数据链 要不就是电子站相关的天线 而判断数据链还是电子站也很好判断 数据链天线的正面很小 分布在机身的各方向上 而以歼20进气道骨包的大小 以及透波材料的面积来看 这显然就不是什么数据链天线了 而应该是出于性能等因素考虑的 电子站系统的专用发射阵面 其实新一代隐身战斗机都考虑了碎形电子站任务的能力 F35也通过机翼前后源的分布式天线 作为尖式与收集端 APG-81雷达作为压制信号的发射端 来提供一定的电子站能力 但那毕竟是一种兼职任务 双座的歼20S应该是全部的隐身机当中 第一个装备了大直径专用电子站发射天线 能够强有力执行电磁压制任务的战斗机了 以机翼与垂尾上的分布式天线为收集端 配合相控阵体制的专用发射端 已经有了非常靠谱的电子站能力 虽然说不能和歼16D这样的职业电子站机相比 但说这是世界第一款在设计时就充分考虑了 碎形电子站任务的隐身电子站机 那也不是很过分 不光是有了强有力的电子站系统 歼20S的光电系统同样也迎来了一次大升级 塗装完毕之后我们能看见 原本安装在机头两侧的分布式光电系统已经被取消 原本安装在那里每侧一个的DAS传感器 主要承担的就是红外成像的任务 补足安装在机手下的AIRST的视野盲区 给歼20的飞行员提供全项的光学态势感知能力 现在这两个传感器取消 那说明AIRST的视野已经得到了扩大 不再需要DAS来进行补盲了 而AIRST因为有外置专用窗口 有更大的光学设备孔径以及更广的光学波段 所以探测能力原本就比固定安装的DAS要更强 显著提升了光电上的态势感知能力 再加上AIRST具备DAS所没有的目标指示和测距 提供火控珠源的功能 对于战斗力的提升就更加明显了 除了肉眼可见的在光电探测能力上的全面升级 以及指挥与电子战能力的显著更新之外的 另一项大升级就是雷达系统 目前量产版本的单座型歼20 其设计定型的时间 正好在我国雷达工业部分先进技术取得突破的前夜 导致设计冻结时 没来得及用上诸如氮化加供放 氮化加低噪声放大器等等的先进元器件 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而这次歼20S显然是要正好利用需要补充定型的机会 将这个遗憾给补足了 氮化加雷达对于雷达性能的提升是相当显著的 以美国海军用来给超级大黄蜂升级的APG-79V4为例 相比于使用深化加组件的APG-79V3 其用原本三分之一的重量 65%的功耗需求 以及一半的价格达到了完全一致的性能 这是因为氮化加供放相比深化加 有着10%以上的转换效率提升 以及10倍的平均功率输出提升 而氮化加LNA也同样有更低的噪声系数 与更大的增益 这还是为了追求通用和轻小 减轻了重量缩小的正面所带来的 要是正面大小不变 那换氮化加带来的就是实打实的雷达威力提升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在正面大小没有任何变化 算法以及后端处理能力也没有显著进化的前提下 光是靠着氮化加供放带来的功率提升 以及氮化加低噪声放大器带来的最小可减信号比的降低 只要散热能力能够保证 就足以带来十分贝水平的性能提升 换算成对同等大小目标的雷达探测距离 那足够达到原本的两倍乃至近三倍了 美军现在就面对这么个问题了 不管是F22用的APG-77还是F35的APG-81 也都是用着上一代技术的老雷达了 甚至定型的时间比我们的歼20使用的雷达还要更早 在歼35利用后发优势 成为世界第一款使用氮化加雷达的隐身战斗机 歼20S又成为第二款以第一款氮化加隐身重战之后 美军的两大新锐战斗机 在雷达为核心的态势感知能力上 是要被我军甩开非常大一节的性能差距的 而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现在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因为其数字化设计 实际上不光可以用来探测 还能用来当作电子战天线承担压制任务 兼职电子战飞机 而对于隐身机利用有源相控阵雷达 提供电子战能力这一战法来说 电子战能力的强弱与雷达的性能 也同样是密切相关 但画家供放带来的平均功率提升 同样迅速提升了执行压制任务时的电子战能力 这意味着有两块大尺寸专用电子战天线 以及更好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歼20双座型 作为隐身电子战飞机的能力 也同样是甩开全部对手 做到了独占凹头的 中文字幕提供